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攻击手普通攻击的飞行特效 我们本节课要讲解的是攻击手的一个技能攻击的一个特效 关于攻击手技能攻击的特效呢 我们设计的是三键启发的一个特效 普通攻击是单键 那么这个三键要设计一点点数学的知识 我们这个 1这个点呢就是我们单键的时候这个玩家的一个朝向是1这个朝向然后 射出一个键 只是1这个方向有2和3方向没有 如果我们是技能攻击的特效呢 就新加了这个2和3方向上面的键 意思说同时射出三根键 然后2和3和1的关系就是 上下各30度旋转30度 然后变成2点和3点 然后1点的这个坐标我们是非常好求的 2和3的坐标怎么求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设这个中心点就是玩家的坐标点P 然后玩家与X轴之间的夹角为A 就是这个角 为A 玩家的坐标轴为P 目标点1的坐标轴呢 就是等于 P加上 R 半径去乘以 player.forward.normalized 就是玩家所朝向的这个向量的 单位向量 normalized就是将它单位向量 单位化就就只等于1 它的向量的母等于1 然后目标点2X轴呢 不2的X轴 就这根这根轴 就是2投射到X上面的这个 差量就等于R去乘以这个cos A加上30度 20加上30度 然后 2的Z轴 就等于P点Z 就加上R乘以sin A加上30度 目标点3的X轴 就是 这个轴的投射加上这个P的X P点X加上R乘以cos cos A减去30 这个角 然后P点Z加上R点 sin A减去30 所以说这个数学计算 只要你初中的这个sine cos 过关了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我们实现的效果 运行 点击右箱 好 发一个 无论向哪个方向发 三进其发 以30度角 扩张出去 进入工程 在我们上一节课 实现的这个单键 玩家的一个单键呢 我们一运行 发现那个玩家 射出的键是Y的 对吧 不是从它 正方向射出去 而是Y的射出去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玩家 他这个动作 动作他 做了一个动作之后 他会有个偏转 我们这个动作 如果是正常的游戏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这个美工去修改这个动作 就这里就不用修改了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代码上 重置这个玩家的 动作的朝向 就行了 打开我们这个 Acker 首先来重置 它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朝向 Private Certaining 朝向是这个四元素Certaining Current Rotation 旋转 然后在我们发射 就是刚刚播这个动作 还没有播 播这个特效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 这个朝向给记录下来 就是玩家的旋转给记录下来 Myroot 点 Rotation 当我们开始播这个特效的时候 我们0.7秒之后会去播这个特效 我们再把它 玩家 搬回来 然后这个特效就会 看起来就是正的 Myroot Myroot 点Rotation 等于我们刚才存起来的这个Rotation 好我们接下来 继续写这个游侠的 技能特效 Private override 我们还是继承这个 Attack2 重写一下这个方法 重写附类的一个方法 Current 同样也是记录下 我们当前的这个 转向 Rotation 然后 Invoke 我再过0点 把这个时间调晚一点 调成0.9 0.8吧 在0.8秒之后 去调用 我们这个播放特效的 方法 0.8 然后 然后新建一个方法 播放 播放技能特效 Private Void Play Attack 2 Effect 把这个复制过去 同样在播放技能特效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这个朝向 给它转回来 Rotation 等于 Current Rotation 我们记录的这个Rotation 然后Veg3 我们先 找到我们 所要播的这个 第一个点 因为第一个点比较好找 对吧 就等于 Myroot 就跟这是一样的 Myroot Position 就是玩家当前的位置 去加上这个半径 去乘以这个玩家的朝向 的单位向量 就等于他 需要 射中的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怎么找呢 然后我们先把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我们首先要找到是 第一个点 与x轴 之间的一个夹角 对吧 x轴就是 朝右 那么就是 100 Float Middle 我们就叫它 Middle Anger 夹角 就等于 Veg3 点Anger 直接求两个 向量之间的夹角 Myroot 点Forward 我的朝向 和 这个 右边 右边就是 x轴 10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00 对吧 MiddleAnger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Anger 求出来的呢 它不会为负 也不会超过180度 就意味着 我们如果 与这个 x轴的夹角 超过了180度的话 它依然会给我们 矫正为180度以内的值 这个时候这个值就会错误 也不会给我们一个负值 要 因为 我们 这个射出来的东西是 4个向线的 不只是12向线 对吧 34向线的 就是跟12向线的那个角度 是相反 比如说这时候 给一个判定 Myroot 点 Forward a 点 z 如果它的z轴是大于0 就是12向线 向上的12向线 对吧 我们初中数学学过这个向线 那么它就是正常的这个值 middleAnger 还是等于它自己 否则呢 向后面的一个向线 我们就给它的负的 就相反的一个 相反的值 负的middleAnger 然后现在 再来再来求x 第二个点的x轴 就等于myroot 点 position 点x 去加上 attack radius 半径 去乘以 math 点cos unity 里面的这个cos 里面的值需要填的是弧度 所以说我们这样给它转一下 首先求到我们这个点 middleAnger 加上 30 再去乘以这个mass 把它 由弧度 转成弧度 然后 degrees to radius float z 就等于 myroot 点position 点z 去加上这个 attack radius 去乘以这个mass 点cos sine 我们在z轴上面是sine 然后一样的角度 middleAnger 去加上一个 30度 然后再去乘以 也是要转成 重度转成幅度 然后再去第3个点 myroot 点position 点x 加上attack radius mass 点 cos 这个时候这个字 就是减 middleAnger 因为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对吧 两边各30度 然后去乘以这个 一样要转过来 这个 这个 就是它的z 等于 myroot 点position 点z 去加上 attack radius 乘以 点cos 点middleAnger 也是减去30度 也是减去30度 然后再去乘以这个 我们把这个点求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坐标都已经找完了对吧 TargetPose2 就等于 NewVector3 X2 都好 跟Target1的这个Y是一样的 然后 z2 然后我们三个点就求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射我们这个特效了 EffectManager 然后 Instance 点Create Effect GameDefine 点 Akkr Attack Akkr Scale 2 Middle3 点0 挂在0点 然后放在中间点 MiddlePoint 点Target1 然后复制一下 再复制一个 把它改成2和3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我们是不是点了这个空格间之后发大招 我们的 玩家会射出三个键 游小 好 这里可以看到 你现在已经可以 往三个方向射出三根键对吧 我们本节课主要就是讲了弓箭手技能的一个攻击特效 主要是有一个小小的数学的这个计算 大家下去好好理解一下 好 谢谢大家 我想 我 来 咯 好 我